今天给大家带来林徽英的短篇小说 秀秀 那年秀秀十一岁,我十三 起先,我们互相感觉到使彼此不自然 见面时,便都先后红起脸来 准备彼此回避 但是,每次总又同时彼此对望着 理会到对方有一种吸引力 使自己不容易立刻实行逃脱的举动 于是,在一个下午 我们便有意距离彼此不远的同立在张家楼前 看许多人用就医就鞋热闹地换碗 还是秀秀聪明 害羞地从人丛中挤过去 指出一对美丽的小瓷碗给我看 用秘密、轻腻的小声音告诉我 她想到家里去要一双旧鞋来换 我兴奋地望着她回家的背影 心里让起一团愉悦的期待 不到一会子功夫 我便又佩服又喜悦地参观到 秀秀同换碗的贩子一段交易的喜剧 变成秀秀的好朋友 那张小小的图画 今天还顶温柔地挂在我的胸口 这些年了 我仍能见到秀秀的两条发辫 系着大红绒绳 睁着亮亮的眼 抿紧着嘴 边走边跳地过来 一只背在后面的手里 提着一双旧鞋 挑麦瓷器的贩子口里 闲着汗烟 像一个高大的黑影 笼罩在那两处美丽的 通云一般各色瓷器的担子上面 一些好奇的人都伸过头来看 这么一点点小孩子的鞋 谁要呢 贩子坚硬的口气 由汗烟管的鞋脚里呼出来 这是一双皮鞋 还新着呢 秀秀父爱地望着他手里的旧皮鞋 那双鞋无疑地 曾经一度给过秀秀 许多可骄傲的体面 鞋面有两道鞋口 换碗的贩子终于被秀秀说服 取下口里汗烟 扣在灰布腰带上 把鞋子接到手中去端详 秀秀知道这机会不应该失落 也就很快地将两只可目了许多时候的小花碗捧到他手里 但是鹰爪似的贩子的一只手早又伸了过来 将秀秀手里梦一般美满的两只小碗仍然收了回去 秀秀没有话说 养着飞红的脸 眼睛潮润着失望的光 我听见后面有了许多嘲笑的声音 感到秀秀孤立的行驶和他周围一些侮辱的压迫 不觉起了一种不平 你不能欺负他小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微风地在贩子的泪下响 能换就换 不能换就把皮鞋还给他 贩子没有理我 也不去理秀秀 忙碌地同别人交易 小皮鞋还在他的手里 换了吧老李 换了吧人家一个孩子 人群中忽有个老年好事的人 发出了慈祥的声音 一老卖老的他 将担子里的那两只小碗 重新捡出来交给秀秀同我 说道 你们两个孩子 拿着这两只碗快走吧 我惊讶地接到一只碗 不知所措 秀秀却挨过亲热的小脸 扯着我的袖子高兴地笑着 示意叫我同他一块挤出人堆来 那老人或不知道 他那时塞到我们手里的不只是两只碗 并且是一把鲜美的友谊 自此以后 我们的往来一天比一天亲密 早上 我伴秀秀到西街口小炉里 买点零星东西 秀秀是有任务的 他到店里所买的东西都是油盐酱醋 他妈妈那一天做饭所需的物品 当我看到他 在店里非常熟识地要他的货物了 从容地付出 或找入零碎同圆同调票时 我总是暗暗地佩服他的能力 羡慕他的经验 最使我惊异的 则是他妈妈所给我的印象 黄瘦的 那妈妈是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 因为带着病 她的脾气似乎非常暴躁 种种的事 她都指使着秀秀去做 却又无时无刻 不咕噜着教训着她的孩子 起初我以为秀秀没有爹 不久我就知道 原来秀秀的父亲 是个很阔绰的人物 他姓徐 人家叫他徐大爷 同当时许多父亲一样 他另有家眷住在别一处的 秀秀同他妈妈 母女两人早就寄住在这张家亲戚楼下 两小间的屋子里 好像被忘记的孤寡 秀秀告诉我 她曾到过她爹爹的家 那还是她的新姨娘没有生小孩以前 她妈叫她去同爹要一点钱 秀秀说时脸红起来 头低了下去 挣扎着心里各种的羞愤和不平 我没有敢说话 秀秀随着也就忘掉了那不愉快的方面 抬起头来告诉我 她爹家里有个大羊狗 非常的好 爹爹叫她坐下 她就坐下 还有一架羊钟 秀秀也不能够忘掉钟上面的门 秀秀眼里亮起来 到了终点 门就会打开 里面跳出一只鸟来 几点钟便叫了几次 那是 那是爹爹买给姨娘的 秀秀又偷偷地告诉了我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爹爹抱过我呢 秀秀说 他常同我讲点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我还顶小 很不懂事 就闹着要下地 我想那次我爹一定很不高兴的 秀秀追悔地感到自己的不好 惋惜着曾经领略过 又失落的一点点父亲的爱 那时候 你太小了 当然不懂事 我安慰着他 可是那一次 我到爹家里去的时候 又弄得他不高兴呢 秀秀心里为了这装饰 大概已不止一次地 追想难过着 那天我要走的时候 他重新说下去 爹爹翻开抽屉 问姨娘有什么好玩意儿给我 我看姨娘没有答应 怕她不高兴 便说道 我什么也不要 爹听见了 就很生气地把抽屉关上 说不要就算了 这里 秀秀本来清脆的声音 显得有点哑 等我再想说话 爹已经起来 把给妈的钱交给了我 还说 你告诉他 有病就去医 自己乱吃药 明白吃死了 我不管 这次秀秀伤心地对我 述说着委屈 轻轻地抽掖着哭 一直坐在我们后院门槛上玩 到天黑了 才慢慢地夺回家去 背影消失在张家 灰暗的楼下 夏天热起来了 我们常常请秀秀 过来喝汽水 吃藕 吃西瓜 娘把我太短了的花布衫 送给秀秀穿 她活泼地在我们家里玩 帮着大家摘菜 做凉粉 削果子 做甜酱 听国文先生讲书 讲故事 她的妈 则永远地坐在自己的窗口里 摇着一把菩萨 不时颤声地喊 秀秀秀秀 底下咕噜着一些 埋怨她不回家的话 同她父亲一样 家里总是坐不住 有一天 天江黑的时候 秀秀说她肚子痛 匆匆地跑回家去 到了吃夜饭的时候 张家老妈到我们厨房里说 秀秀那孩子病得很 她妈不会请大夫 急得只是坐在床前哭 我家里人听见了 就叫老陈妈过去看秀秀 带着一记什么急救伞 我偷偷跟在老陈妈的后面 也到秀秀屋里去看她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脸色苍白地在一张木床上 身影着 屋子在那黑夜小灯光下 闷热的暑天里 显得凌乱不堪 那黄病的妈妈 却交叉着双手 发抖地在床边敲着 不时地呼唤秀秀外 也不会为孩子 预备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 大个子的蚊子 咬着孩子的腿同手臂 大力的汗 由孩子额脚浸出 流到头发旁边 老陈妈慌张前后地转 拍着秀秀的背 又问徐大妈妈 秀秀的妈要开水 要药锅煎药 我偷个机会 轻轻溜到秀秀床边叫她 秀秀听到声音 还勉强地睁开眼睛 看看我做了一个微笑 吃力地低声说 闻香在屋角 老家你给点一根 她显然习惯于母亲的无用 人还清楚 老陈妈放心去熬药了 这边徐大妈妈咕噜着 告诉你过 人家的汽水少喝 果子也不好 我们没那个命吃那个 偏不听话 这可着了祸 你完了小冤家 我的老命也就不要了 秀秀在身影中 显然还在哭遍着 哪里是那些 妈 今早上 我渴 喝了许多泉水 家里派人把我拉回去 我记得那一夜我没有好睡 惦记着秀秀 做着种种可怕的梦 秀秀病了差不多一个月 到如今我也不知道 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 他们请过两次不同的大夫 每次买过许多杂药 她妈天天给她稀饭吃 正式的医药没有 营养更是等于零的 因为秀秀的病 她妈妈埋怨过我们 所以她病里 谁也不敢送吃的给她 到她病将遇的时候 我天天只送一点儿童画报 一类的东西去同她玩 病后 秀秀那灵活的脸上 湿掉了所有的颜色 更显得异样温柔 差不多超尘的洁净 美得好像画里的铜神一般 声音也非常的脆弱动听 天的人心里不能不让起怜爱 但是以后我常常想到 上帝不仁的摆布 把这么美好敏感 能叫人爱的孩子 虐待在那么一个环境里 她父亲在她病里 曾到他们那里看过她一趟 停留了一个极短的时间 但她因为不堪忍受 秀秀妈的一堆存机下的埋怨 她还发狠心的 把他们母女反生吃了 教训了 也可以说是辱骂了一顿 幸幸的 她留下一点钱就自己走掉 声明以后再也不来看他们了 我知道 秀秀私下曾希望又希望着 她爹去看他们 每次结果都是除了 她孩子打算以外的不圆满 这使她很痛苦 这一次她忍耐不住了 她大胆地埋怨起她的妈妈 妈妈都是你这样子闹 所以爹气走了 赶明日她再也不来了 其实秀秀心里同时也在痛苦地埋怨她爹 她有一次就轻声地告诉过我 爹爹太狠心了 妈妈虽然有脾气 她实在很苦的 她是有病 你知道她生过六个孩子 只剩下我一个女的 从前 她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哭她死掉的孩子 日中老是做活计 样子同现在很两样 脾气也很好的 但是秀秀虽然告诉过我 她的朋友 她的心绪 对她母亲的同情 徐大奶奶都只听到秀秀对她一时气愤的埋怨 因此便借题发挥起来 夸张着自己的委屈 向女儿哭闹 谩骂 那天张家有人听得不过意了 进去干涉 这一来更触动了徐大奶奶的脾气 索性气洁地坐在地上 狠命地咬牙垂胸 疯狂似地大哭 等到我也得到消息 过去看她们时 秀秀已经哭到眼睛红肿 蜷缩在床上的一个角落里 抽搐的像个可怜的迷路的孩子 左右一些邻居都好奇 好事的进去看她们 我听到出来的人议论着他们的事说 徐大爷前月生了个男孩子 前几天替孩子做满月 办了好几桌席 徐大奶奶本来就气得几天没有吃好饭了 今天大爷来又说了她同秀秀一顿 她更恨透了 巴不得同那个新的人拼命去 凑巧呢 秀秀还护着爹 倒怨气骂来 你想她可不就气疯了 拿孩子来出气吗 我还听见有人为秀秀不平 又有人说 这都是孽债呀 秀秀那孩子前世里该了他们什么吧 怪可怜的 那点点年纪整天在这样挨着 这样的日子渐渐过去 天凉快下来 秀秀已经又被指使着去邻近小店里采办杂物 单薄的厚印在早晨凉风中摇曳着 已不似初夏时活泼了 看到人总是含羞的不说什么话 除却过来找我一同出街外 也不尝到我们这边玩了 突然的有一天早晨 张家楼下发出异样紧张的声浪 徐大奶奶在哭泣中 瑞生气愤地骂着 诉着 喘着 与这瑞生相间而发的 又沉重地发怒的男子口音 事情显然严重 借着小孩子的身份 我飞奔过去找秀秀 张家楼前停着一辆讲究的家车 徐大奶奶房门开了一线 张家楼上所有的仆人 厨艺 打杂童老妈 全在过道处来回穿行 好奇地听着热闹 屋内秩序比寻常还要紊乱 刚买回来的肉在荷叶上挺着 一把蔬菜萎靡得像一把草 放在灶边或菜室里那种特有的气味 墙上美人牌香烟的月份牌 已经让人碰得在歪斜里悬着 最奇怪的是 那屋子里从来未有过的雪茄烟的气物 徐大爷坐在东边木床上紧紧锁着煤 愁容满面 口里咸着烟 故作从容地抽着 徐大奶奶 有邻居里一个老太婆 同一个小脚老妈子 按在一张旧藤椅上 还断续地颤声地哭着 当我进门时 秀秀也正拉着楼上张太太的手进来 看见我头低了下去 眼泪显然涌出 就用手背去擦着已经揉得红肿的眼皮 徐大奶奶见到有人进来 就锐声地声速起来 她向着楼上张太太说 三奶奶 你听听我们大爷说的没有道理的话 我就这么半条老命 也不能平白地让他们给弄死 我熬了这二十多年 现在难道就这样子把我撵出去吗 人得有个天理呀 我大十七岁来到她家 公婆面上什么没有受过 挨过呢 张太太望望徐大爷 秀秀也睁着大眼睛望着她爹 大爷先是抽着烟 严肃地冷酷地不作声 后来忽然立起来 指着秀秀的脸 愤怒地做了个强硬的姿势说 我告诉你 不必说那么多废话 无论如何 你今天非把家里那些地气拿出来 交还给我不可 提到地气 两人各具理由争执 一个说是 那一点该是他老年过活的贫瘠 一个说是祖传的家产 不能由他做主分配 相迟到吃中饭的时分 大爷的态度越变越硬 大奶奶却喘成了一团 由疯狂地哭闹变成无可奈何的唾弃 别人已渐渐退出了 我在往往中回家去吃饭 饭后等不到大家散去 就又回到了张家楼下 这次除我意料以外 秀秀房前一片肃静 外面风挂得很大 树叶和尘土有涌道里卷过 我轻轻推门进去 屋里的情形 使我不禁大吃一惊 几乎失声喊出来 方才 所有放在桌上 木架上的东西 现在一起打得粉碎 扔在地面上 大爷同大奶奶显然已都不在那里 屋里既无啜气 也没有沉重的气氛的参斥声 所剩的仅是苍白的秀秀 抱着破碎的想望 无限的伤心 坐在老妈子的身边 秀秀 这是怎么了 秀秀的眼眶一红 勉强调了一下哽咽的嗓子 妈妈不给那地气 爹气了 就动手扔东西 后来 他们就要打起来 隔壁大妈给劝住 爹就气着走了 妈让他们扶到楼上 三阿妈那里去了 小脚老妈开始用条柱 把地上的碎片收拾起来 忽然 在许多凌乱中间 我见到一些花瓷器的残体 我急急地拉过秀秀 两人一同俯身去检验 秀秀 我叫起来 这不是你那只小瓷碗吗 也让你爹砸了吗 秀秀泪汪汪地点点头 没有答应 云似的两簇花瓷器的担子 和初夏的景致又飘过我心头 我捏着秀秀的手 也就漠然 外面秋风摇翰着楼前的破白叶窗 两个人看着小脚老妈子 将那美丽的尸骸 同其他茶壶粗碗的碎片 带着茶叶 剩菜 葬在尘垢中间 终于在那年的冬天 秀秀的迷惑 终止在一个出落雪的清晨里 张家楼防备后那一道河水 冻着薄薄的冰 到了中午阳光 隔着层层的雾 惨白地射在上面 秀秀 已不用再说着脖梗 顺着那条路 迎着冷风到那里去了 无意的她 却把她的迷惑留在我心里 飘忽于张家楼前 同小店中间 直到今日